长相思第二季即将空降 剧中四大男主 到底谁才是你心中与小妖最克CP的那一位 一 向柳党 看过长相思原著的网友都明确知道 妖柳CP才是这部剧最大的一男品 九条性命的向柳为了小妖 有利自保 有处可去 有人可以依偎 默默为此付出了许多 可最后十分遗憾的是 小妖本身却全然不知 后来有人开玩笑说 向柳长了九个脑袋 但是没有一个脑袋是灵光的 因为都无法组织嘴巴这个器官 将她自己所做的事情说出来 可能那天她真将事情说了出来 也许会像另外两个人一样 表达出自己的心意 小妖会不会为了她 从而放弃涂山井 因为在很多时候 她们之间都是心动 情动 但身体却未动 而那一刻的心动 并不是让两个人产生在一起的执念 而是在某一个时间段 理解对方感同身受 所以从第一次开始 向柳见到小妖无人可依靠的绅士 她就愿意以真容相对 二 涂山井 她们二人刚刚相遇之时 涂山井满身伤痕躺在地上 仿佛就快要死掉了 很多人也能看到小妖后 猜测出她当时心里的OS就是 好惨一个男的 之后又从涂山井的口中 得知了她的故事 同情心泛滥的小妖 圣母亲一下子爆棚 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 她明白了原来人的幸福与不幸 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对比得来的 毕竟眼前涂山井的经历比她还要惨 之后她又在给涂山井洗澡的时候 羞红了脸 几百年来她才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 从那一刻开始 虽然还没有动情 但心中的情愫却已经在悄悄涌起 不过网友们在看了小妖与向柳的情愫对比以后 发现她与涂山井之间的表现过于平静 很多人想不明白